现在是10月下旬多伦多 你看这些开的小红花 这是什么吗 是铁线连 你好 我是石珍 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10月下旬多伦多 通常都开始穿棉袄了 很冷了 这铁线才开 这是晚花品种 铁线连有一大类叫 Climatis tangutica 这可能就是Tangutica 或者是它近亲的杂交品种 你看旁边还有一个 可有些开花 有些这种白毛毛 已经开完花了 为了证明 我说时间没错 你看后面 红风黄风 完全就是金秋10月 这就是那一坨 我们过去好不好 这个位置是一个阳光充足 全日照的栅栏 这个品种 它不是10月下旬才开花 是一直9月份就开始开花了 一直延续到现在 或者说它是8月中下旬 就开始开花了 它花期显得特别的长 现在马上就要上个霜冻了 它还有新的花苞 准备打开 等它变黄 这个小灯笼变黄了以后 它就 开了 开花花 每一朵花 也就是花期一周左右 花期完了以后 就变成这样 然后就变成这样 然后就这样 这种白毛毛 白球啊 一直延续到冬天 这些白球 就也是它的观赏点之一 所以冬天你想想到处都是枯黄 除了给白头汪 继续之前要看那牌子 要证明我这也是没活吧 这上写的是 Climatis Tango Tica Group 上面是它的杂交名 Sharifiye 所以说Tango Tica是它的一个大类 那么从修剪上 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ABC还是123 它是属于C类的铁线链 也是说春天要剪到地面咔嚓 你看这么大一丛 都是从地面长出来的 所以说它生长非常旺盛 比一般铁线帘大很多吧 同样种在这个架子旁边的 也是 这是另外一种铁线帘 不是Tango Tica 它早就开花花完了 自己看它种子头也不一样吧 在今秋的10月 也能欣赏到铁线帘 是不是挺奇妙的 好了 这种Tango Tica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使真家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养花原因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